然後最後碰到SARS 結果沒想到百夜市人比逛夜市人還多 回來倒泡芙 倒到流淚 然後那時候兩年大概虧了四五百萬 我覺得說這種東西 如果你不把它精緻化 然後處理速度加快的話 你永遠跟不上顧客所需要的品質 請您鎖定台灣向前衝節目 和您一起拼經濟